Hey Siri 搜索 无痕内裤 OK I found this on the web for social wuhanaq 真的没有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B站上这么多up主分享完健身服分享windowbrown 是没有人分享健身内裤 哪儿都不穿吗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是一期女生健身内裤跳船是男 那时候只要带不打伤保护 就可以干到许多奇怪的评论 另外也希望各位姐妹们能够 一见三连支持一下我这个健身能心 健身内裤可太壮了 穿不好 硬拉有很肩帮带好不好看先不说 卡刀你还想就跑步骑单车 特别是现在夏天这么容易长飞子的季节 而且健身内裤网购姐妹们会试穿吗 试穿完不满意会退回吗 会退回也请扣一 不会退回也请扣二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试穿也不会退回的 所以其实踩了很多号称 无痕内裤的内裤的雷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和大家来评一评 那些年买过的健身内裤 在挑选健身内裤之前呢 姐妹们先想一想 你常穿的健身运动裤都有哪些 我自己常穿的呢是下面这三种 一种健身运动裤真的超级容易翻车 我相信这种运动裤也是姐妹们最常穿的 因为它在做力量渲染的时候呢 不仅可以帮助你观察腿部的线条 而且可以收腰小臀 所以也是我最常穿的运动裤 我在健身房很少有小姐姐走进自有气血区 导致我每次看到小姐姐在做应用的时候 就像猫看老鼠 但是每当我看到她内裤的那个痕迹的时候 对于这种类型的健身裤呢 我个人只能接受绝对无痕科技感面料的T型裤来搭配 当然如果你能够接受丁字裤的话也是可以第一 针对这种类型的内裤呢 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包边还有材质 那么我下面来举几个反应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号称无痕内裤的平脚裤 就比如说这条南极人的 就其实它的面料是很舒服的 95%的棉加5%的安伦 然后它这个当呢用的是100%的棉 所以它的面料可以说是很舒服的 摸上去很爽 但是作为一条无痕内裤 你包的这个边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边放在一条无痕内裤上 就是完全是失败的 当然其实紧身裤的话它也分很多种嘛 就比如说Maya Active这条健身裤的话 它其实对你的内裤选择腰腿就非常高 因为它本身的材质就非常薄 你只能找就是比它更薄的材质 如果是Gymshark这条的话它就更偏厚一些 那么这种裤子的话也是厚服的 就算你找到了绝对无痕科技感面料的平脚裤 我也是不推荐的 比如说这条U1颗的平脚裤 真的是非常的高科技的 它是71%的紧纶和21%的安伦的一个面料 可以说是非常舒服 而且最牛逼的它的一个设计呢 是一片式的你知道吗 所以它是没有包边的 作为一条无痕内裤 它是绝对合格 但是如果你要在这条无痕内裤外面裹上一条紧身裤 那就是取决你紧身裤的性能 就比如说这条MyActive它是hold不住的 如果你想让它在你的紧身裤上继续发挥无痕的性能 那么你必须在给我提你的紧身裤的时候 一寸一寸的把褶子给我绿平了 就非常的不方便 当然这个还是取决你的紧身裤 但是我自己尝试一下 就是不管是穿那条MyActive的紧身裤 肯定是hold不住的 你必须在提裤的时候 比如把那个褶子一寸一寸给履平了 就算是在穿Gym Shark这条 就是比较厚的那个健身裤的时候呢 它也是非常容易有痕迹的 总而言之穿紧身运动裤的时候呢 我是不推荐穿平脚裤的 第三个 大家在挑拳T型裤的时候呢 要注意它的面料 就比如说这条T型裤 它的那个版型其实还挺好看的 当时买的时候也是 因为它号称是那种健身必备 但是一个是它的那个包边嘛 它的包边就是 比之前那一款平脚裤的包边还不走性 就是特别厚 它是厚到那种如果你穿紧身裤的话 你脱下来的时候甚至都会割到你的肉 然后会留下印子 因为它的面料呢给我感觉是纯棉的 然后这种纯棉面料呢 就是会更厚一些 所以其实就这条内裤是真的非常有存在感 最后大家就是要注意也不要穿那种蕾丝的 就是蕾丝这种东西虽然是 你看上去就好像还挺薄的对不对 而且也非常透气 但是还是取决你的紧身裤 因为如果像这条蕾丝的话 放在我最后的一条紧身裤上 就是gymshack这一条 还好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放在前面两条紧身裤上呢 就完全不行 那么搭配紧身裤的话 我们最后来一条正式 这条T型裤是胶下的 它是63%的紧乱 加上37%的安稳 就不吹不黑 我也没有收广告 它确实是我目前为止 购入的最满意的 可以用来搭配紧身裤的健身内裤 首先它是一个T型嘛 对不对 它是像优衣裤那条平脚裤一样 是没有那个包边设计的 是属于一片式的面料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这个裆部设计的就是非常好 它不会让你卡当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它的面积 它那个三角面积 是要比这条要更少的 但是其实你穿上去的舒适感 绝对是这条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裆部 就是做得非常厚 第二种就是搭配运动短裤的 运动短裤的话 我一般是做HIT 还有跑步爬步的时候穿 毕竟这种时候 如果你还穿着一条紧身裤 就像刚从手里被捞起来雨 就回家扒一下裤子的那一瞬间 你才感到自己拨了过来 然后皮肤的每一寸都在打口呼吸 所以这种情况下 T型裤平脚裤就不是很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要选择 更轻敷更透气的面料 我是不太推荐那种纯面面料 因为纯面面料它不太容易干 还是像那种科技感的面料 它更轻敷更速干 我是从来不穿三角裤的 如果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 就是有时间表明 长期穿三角裤会留下那个痕迹 第三种就是这种宽松的裤头了 我一般是姨妈戒的时候会穿 毕竟就算你垫了很薄的固垫 用了为什么一条 在一层紧身裤的鞋之下 实在算不上什么很好的感受 这时候T型裤对姨妈戒 可能就不这么友好 所以我会选择平脚裤 同时的话 因为这样子的裤子 它还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还是会尽量 选择无痕的平脚裤 OK那这期的健身内裤 跳选时来就到这里啦 姐妹们如果觉得有了 的话请欢迎点赞 投币收藏 同时转发给你身边的健身朋友 我是柯柯凯里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切 我知道正在经历的 以及我想要做的 如果你和我抽一项头 那就关注我吧 说不定你会成为我元老级的粉丝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